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哈喽大家好我是喜冲 今天呢我想跟大家分享个新闻 大家来看一下这个新闻 这新闻就是我们的首相安华呢 他今天公开发表说呢 他建议呢 政府的关联公司呢 他尽量投资国内的企业 不需要花太多钱了去投资外国的企业 OK 针对安华的这个说法呢 我看到市面上呢 有人站有人谈 OK 有人站 就跟我一样的立场 就是 马来西亚本来就应该要支持自己的企业嘛 我们自己的外资都不够了 为什么你要把马来西亚钱带去外国投资 OK 所以安华这句话呢是非常合时宜的 马来西亚的关联机构如果是有钱的话 当然投资自己啦 为什么投资外国 然后有人谈的 有人谈的就 比较遗憾的说一句啦 就是 彻头彻尾的看不起马来西亚这个国家 就认为外国的月亮比较圆 然后 马来西亚的企业这么烂都不赚钱呢 你投资马来西亚干嘛 应该投资外国嘛 OK 好了这些我不想讲太多了 OK 在这里呢 我必须要跟大家分享一下 之前发生过的事情 还有现在的状况啦 是怎样 OK 首先我第一个要分享的就是呢 OK我们看隔壁的国家新加坡就好了 新加坡呢 他们政府呢最大的投资公司呢叫做Demase 大家应该都很认识 什么叫Demase Demase的掌头人 之前是这个 李显龙的老婆 现在还是不是 好像不是 OK 但是呢 李显龙的老婆坐在这个位置上呢 是绝对的实质名亏的 他帮这个公司赚了很多很多钱 他帮新加坡赚了很多多钱 OK 这样我们就以这个新加坡的Demase作为参考 新加坡的Demase到底投资了些什么东西 投资国内呢还是投资国外呢 我找了这个危机 我给大家看一下这个Demase他所投资的 其实最主要的都是投资新加坡国内的企业 这是事实来的 当然他也有投资一些外国的 但 不是最大的成分 最大的成分还是这个新加坡国内的 全部都在这里面 OK 我们有一个活生生的例子 我们隔壁的邻国新加坡 一路来都是我们的榜样 他们的最大投资公司 绝大多数投资都是在新加坡 可能 那些人还是说 新加坡不同 新加坡有很多优质的公司可以投资 马来西亚没有 算了啦 OK 如果我们讲这句话讲100年的话 马来西亚100年都好不起来 是不是 啊 OK 好 然后呢 我再跟大家分享两个例子 就是呢 啊我给大家看一个新闻先 就是呢 以前呢 这个魏加江还坐着这个交通部长的时候 也就是国盟的时代的时候 有一次呢 他带了一大班人去英国那边 啊 是什么 purpose 我不是很清楚啦 我只知道有一天看到新闻说 他带领这一班人呢 去这个 英国那边 去参观 马来西亚政府 投资的这个发电厂 啊 我那时候看到这个新闻啊 我心里面第一个感想就是 哇 马来西亚自己呢 啊 投资都不够了 啊每天呢 要啊全世界 跑偷偷的求 那些外国的投资客 竟然马来西亚投资 然后呢 马来西亚政府自己竟然有多余的钱 去英国投资发电厂 啊 好料 这是第一点 第二点就是呢 我真的是不明白 啊 身为一个 啊 呃 部长呢 带着一大半人 啊 去到英国 啊 去参观 啊 马来西亚政府投资的外国公司 我不知道有什么好拿来展示作为新闻的哈 我不觉得是一个 呃 应该 敲锣打鼓炫耀的东西了 反正我觉得有一点点的耻辱啊 就是 马来西亚政府为什么还需要花这么多钱去投资外国啊 OK 啊 OK So 这是我之前啊 我对这个新闻的想法啦 现在我还是一样的立场了 老师说 啊 然后今天安华讲这句话就完全戳中了这个痛点 就是 马来西亚政府自己都需要投资为什么还要去投资外国 啊 OK 再来 我再给大家看到一个例子这个例子大家更加记得了 还记得拿进了他做首相的后期的时候呢 有一次呢 他带着一大班人呢去美国 见这个特朗普啊 敲锣打鼓啊 非常的自豪说 哎我终于约到这个美国总统了 啊 结果去那边做什么 结果去那边啊 跟这个特朗普见 好像10分钟不到 啊 啊 然后就在那边说哦 我们马来西亚带着很大的诚意来 啊 我们呢 要跟你们买很多的飞机 啊 然后呢 我们要 带来很多的投资给你们美国 啊 那时候还点名几个 政府机构 包括了KWSP 还有什么什么之类的了 就是我们有很多钱 我们可以来投资你美国啊 所以美国请笑纳啊 我那时候看到我的眼了 啊 马来西亚政府 可以这样 得让得让把大把大把的钱丢过去美国 厉害 啊 啊 so 现在呢 我把这些例子全部摊开来给你们看了 你们看了新加坡的例子 你们看了 那这些例子 啊 so 你们觉得 马来西亚政府的关联公司 如果有钱的话 应该 优先投资 马来西亚国内的公司 还是 投资外国的公司 你们自己想一下 啊 如果那些依然坚持说 马来西亚没有好的公司投资 哈 不要浪费钱 啊 我就想跟你们说 如果啦 你们100年都讲 马来西亚不好的话 100年后马来西亚还是不好啊 啊 ok 好 so 到了今天这个视频的结尾 我还是 一句结论 我完全支持 这个 安华 这一句话 马来西亚的关联机构 应该把钱投资在国内的企业 啊 我们现在每天全世界跑偷偷拉外资进来 啊 为什么我们还要把钱送出去外面投资 啊 这个问题有人可以回答我吗 啊 ok 啊 我的立场呢 即使在安华做首相之前都是一样的 我告诉你 当初为家乡拉大队去英国参观那个发电厂 我已经是 在Facebook里面开铁炮轰这个东西的了 啊 马来西亚政府为什么 要花钱去外国投资 而且呢 部长呢还要带一大半人去那边 啊 参观还要当做一个大新闻来报 好像在炫耀一下 我都不知道有什么东西好炫耀的 啊 OK 好 so 大家想清楚 你们的结论是怎样 我始终是认为 马来西亚政府公司 有钱应该要投资国内 好 今天我就跟大家分享到此为止 谢谢大家 拜拜 拜拜 好 好 好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